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北京郊区的崇山峻岭之间 万里长城沿着山脊 把蜿蜒无尽的山势 勾画出了一条清晰的轮廓 宛如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一样 而在这条长城沿线上 村落密布 风景秀丽 异常壮围 每到金秋世界 许多游客都会前往京郊旅游 感受长城璀璨的历史与文化 那里不仅有壮观的人文古迹 还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险 称得上是大自然与人文历史的完美结合 其中密云冯家豫这段长城沿线的景色 尤为特殊 一面巨大的崖壁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木箱 远远望去非常壮观 这面巨大的崖壁 为何会悬挂如此之多的木箱呢 这些五颜六色的木箱 又有着哪些作用呢 密云区隶属于北京市 位于北京市东北部 是华北通往东北内蒙古的重要门户 故有京师所悦之称 冯家豫村 是密云区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 这个村名相传是由古代一名将军 在此缝补盔甲 从冯家豫的谐音演变而来 因地处交通要道 这里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 修长城 设关爱 向导告诉我们 冯家豫这片地区的长城 建筑设施众多 不仅有敌楼 烽火台等防御设施 还有水关以及城堡等建筑 而那面挂满木箱的高大崖壁 就在长城沿县的附近 跟随向导 我们来到一面巨大的崖壁前 抬头仰望 只见整个悬崖峭壁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木箱 考察组不禁疑惑 目测有上百的木箱 究竟有何用处呢 向导告诉我们 这就是冯家豫独特的崖壁峰场 因为冯家豫地处烟山山脉 长城脚下 森林覆盖率高达约89% 很适合中华蜜蜂的生长繁衍 可是当地人为何选择在悬崖峭壁上悬挂蜂箱呢 为了找到答案 考察组在向导的带领下 找到了养蜂人董玉发 董玉发告诉我们 崖壁峰箱的主人是中华蜜蜂 作为本土蜂种 在当地有悠久的历史 但自上世纪初期 却逐渐被引入的国外蜜蜂 挤占了生存空间 冬玉发说 和国外蜂种相比 中华蜂更能适应当地的气候 很多植物都需要中华蜂受分 这是其他蜂种无法完成的 如果没有中华蜂 华北地区很多植物的受分 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 近些年 当地又恢复了中华蜂养殖 由于中华蜂酿的蜜很香 山间的蛇虫鼠蚁经常光顾 因此 村民把蜂香架到峭壁上 这样 既可以给中华蜂 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也保护了中华蜂品种的繁育 至于崖壁上密密麻麻的蜂香 为何是五颜六色这个问题 冬玉发告诉我们 蜜蜂采蜜的时候 主要就是依靠嗅觉和视觉 寻找花粉和蜜蜜 蜜蜂内部有严格的分工 一旦飞错了蜂香 会惹怒其他蜜蜂 蜜蜂的视觉灵敏 所以 阳蜂人会把蜂香标记成不同的颜色 便于蜜蜂寻找自己的蜂香 如此陡峭的牙壁 这些蜂香是如何悬挂上去的 人们又是如何在牙壁上取蜜的呢 为了向我们展示牙壁割蜜的过程 冬玉发从家中拿出了攀岩所需的绳索的工具 准备爬上百米悬崖进行割蜜 考察组决定先尝试一下 这个腿就等那个 得从这进去是吧 咱们这个悬崖大概是200米左右 我现在先徒手爬到咱们这个最低的蜂香上面 我看能不能爬上去先 爬之前呢 已经把这个绳子顺好了 但是一定要在乎这个保护措施 这是要下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 没有这个我们下不来 但是上的时候呢 我们要徒手往上上 徒手爬 这个陡壁 还是很陡的 出此攀登 我们根本无法适应 陡峭的牙壁难于保持平衡 更别说割蜜了 只见冬玉发穿戴好攀岩设备后 有如蜘蛛人一般 沿着绳索向上攀爬 整个人几乎垂直于峭壁之上 不久 冬玉发停靠在一个风箱前 使用割蜜刀割下来两块巢蜜 你这是把蜜割下来了是吗 对 我看看 我看看 可以 哦 放到这个盒子里了 对 这个就是咱们亚烫的蜜 对 这是亚烫的蜜 我看一下 哦 这还有蜜蜜呢 嗯 它的绣就特别好 我取了蜜 它一定要跟下来的 它的生活环境 它们在这地方 一个是应该是不知道 再一个吧 它的取 它采集蜜源的时候 它要比地表的好 这为什么 因为它取的全是高山上的 能采蜜 实际上我们这是两年取一次 两年取一次 而且还得一箱里边 只能取下来三分之一 冬鱼发说 中华蜂杏子叶 它可以采集百花 釀出品质很高的百花蜜 不过中华蜂的出蜜量较少 每次取蜜 也只割三分之一的蜜量 这样可以保证蜜蜂能够正常过冬 密云地区的养风历史较为特殊 和长城文化之间存在较多的联系 不仅如此 当地的传统手工建筑等行业 也都受到长城文化的影响 考察到了这儿 我们有一个疑惑 古代仙民们为何会在密云这片土地 修建如此之多的长城设施呢 这段长城又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存在哪些关联呢 接下来 考察组决定前往冯家豫的长城进行考察 向导告诉考察组 就在雅壁风厂不远的山崖上 有一座造型奇特保存完整的第一楼 被当地人称为完美楼 据说 最早是住房在完美楼的明朝军队和山脚下的村民 开始养殖蜜蜂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考察组沿着山脊行进 大约一个小时后 我们看到了一座造型独特的低楼 楼体呈梯柱形 在平坦的山面上住建 向导说 这个就是口门瀑房 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完美楼 这个低台啊 它比较特出 实际在长城这种低台相当多 密云就有六百多 但是这个低台呢 它就取决于它的建筑结构 它上面这个浦房是明代 留到现在没有倒塌的 别的长城低台上的这个浦房呢 绝大多数都坍塌了 北京市目前唯一就还有三个 这冯家遇着就占两个 这是其中的一个 朱自祥接着介绍说 库房又叫楼鲁 是建在低楼上层的小房子 是士兵站岗放哨的地方 也用于储存兵器粮草 七季光的《练兵十记》中有记载 今见空心敌台 尚见楼鲁还以夺口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大多数的空心敌台上都建有楼鲁 可是经过数百年的风雨侵蚀 现存的明代楼鲁百无一二 朱自祥告诉考察组 明代留存带有楼鲁的底楼 全北京市只有三座 都在密云这片地区 它们分别是冯家遇的口门铺房 北石片铺房 和布老屯的陈家遇铺房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完美楼的建筑布局 考察组决定 沿着悬崖峭壁走进完美楼的内部 进行考察 沿着山脊 我们来到了完美楼脚下 走入其中 我们注意到完美楼的一层南北面 各有三个建窗 西面为一门两建窗 东面为两门一建窗 随后大家沿着低楼内的楼梯走上了二楼 它这个跟下面那个一层是一样的 全楼是用的是砖做的这个券顶 所以说它这个比较牢固吧 不受外力的影响 它不会出现坍塌 能跑它能这么好 对 几百年了 走出楼鲁 站在低楼的平台上 考察组众人 顿时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蜿蜒在山脊上的城墙 与完美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空中俯瞰 完美楼所在的位置 正好位于山谷转角处的中央 事业极佳 属于兵家必争之地 专家告诉我们 在古时修建长城 大多数采用了阴地形用险制赛的原则 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 河流转折处或者是平川往来的必经之地 修筑关城爱口 控制险要 以达到阻挡敌人的效果 而完美楼恰恰符合这些因素 除了完美楼 在密云的古北口等地 还有许多造型奇特功能特殊的地楼 专家建议我们进一步考察不同地点的地楼 通过选址和功能的对比 观察它们在长城体系当中承担的不同作用 跟随向导 我们从完美楼向东北方向进发 大家在崎岖陡峭的长城上 考察约两个小时后 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出现在大家面前 只见两座敌楼紧紧相连 如同一座完整的建筑 一高一矮屹立在潮河边 专家介绍说 眼前的建筑名叫姊妹楼 在全国的长城建筑当中 属于非常少见的建筑形式 姊妹楼移山而建 墙体与基岩浑然一体 大家非常好奇 古人为何会把第一座 修建成这种形态呢 这边从潮河跟这个山体之间 这个防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万里的长城 这点既是水关的起点 也是我们万里长城卧虎山段的起点 所以姊妹楼非常非常重要 一滴眼 实际上错漏有趣 吕金波 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对自然地理学 地貌学 有着多年的研究 吕金波说 姊妹楼和完美楼的建造方式和旋址完全不同 完美楼以恶兽山谷为主要目的 而姊妹楼这样的敌楼 是为了加强对河面的防御 错落的敌楼 既能防御攀爬上来的敌人 同时又能抵御洞河而来的敌人 跟随专家 我们走进了姊妹楼中的子楼 进入其中我们发现 整座敌楼的通道 为三横三纵布局 内部空间较大 东 南 北三面 各设有三个建窗 我们现在出了这个姐姐楼 奔妹妹楼 那就是妹妹楼的平台 我们现在下去 走出子楼 考察组沿着两座敌楼相连的台阶 进入了妹楼 仔细观察后 我们发现 妹楼的通道 为两横四纵布局 东面有四个建窗 南面有两个建窗 在建防方式上 姊妹楼和完美楼最大区别在于 有些墙体 并没有使用传统的砖块修建 而是在身体的基岩上 进行建造的 我们的万里长长就随山而建 这个城墙坐落在主要是山铁上 我们密运的地区的石头 都是最古老的石头 长城跟岩石关系的一个泡面 这个岩石还是结实 结实砖垒上它就结实 它不容易遭受疯狂 专家接着告诉我们 在明朝时期 我国的建筑工艺 就已经较为发达了 虽然在修建长城时 有许多地区 并没有理想的平台 供古人修建敌楼 但是建筑以山而建 不仅能够减少施工用料 还能使山体成为城墙的一部分 使低楼更加坚固 考察组在魅楼继续考察 不多时 一个奇特的现象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陈老师 这上面怎么有有空 对 这个空洞眼就跟我们现在 那个富士楼似的 是吧 我们家里有的住在楼顶 简单富士 它上下是通的 这通的主要是为了一个便利 我们主要是一个防御系统 为什么这么多空洞眼 这空洞眼不是为了好看通风来的 而是为了手边将是射杀敌人的 我们的东西可能都在上面存着的 是吧 如果底下东西建设完了不够了 它就往下去 吕金波介绍说 从底楼的防御功能上看 蜜云的完美楼居高临下 防御重点在山崎 而姊妹楼有所不同 它谨锁朝河 静可攻退可守 攻防有志 既可屯兵也可屯粮 是整个古北口长城中非常重要的防御设施 为了深入探寻古北口长城体系的建筑特点 考察组来到了司马台长城 古北口长城体系 是由司马台长城 沃虎山长城 以及金山岭长城和盘龙山长城组成 专家告诉我们 司马台长城 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 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 共有敌楼三十多座 是万里长城中敌楼比较稠密的一段 靠茶组登上司马台长城 事业豁然开阔 层鸾叠脆 虎光山色 尽收眼底 只见雄伟的长城 犹如一条巨龙 飞舞奔腾于齐峰峻岭之间 极为壮观 众人沿着山脊上的长城 缓慢行进 一座座残破的敌楼 出现在我们眼前 大家注意到 这些敌楼均为空心敌楼 大小不一 形态组合各异 跟随专家 考察组来到了一座敌楼前 走进其中 四通八达仿若迷宫 就在这时 城墙上一处奇特的造型 引起了考察队员的关注 这个窟窿是干嘛的 而且看它跟旁边的砖的材质 还不太一样 首先说说这个窟窿 我们整个这个长城 这个朵子 它是一个防御的一个体系 这点呢 它得把门关上 这是用关门用的 对对对对 它还有野兽呢 还有那什么到晚上 说树边这样是要休息啊 所以在这要关上一个门 关上门 当然这个门现在没了 我们用的材质呢 叫三号立岩 肯定是从山下背上来的 在山下修好了以后 修成方方正正的抠成眼 然后上来 两边一对 把门一关也插上门杠 它这种岩石 是不是能保存下来比较完好呀 对 这种岩石比较结实 比较结实 比较结实 它这个交接物呢 它这基本上是钙质交接 还有硅质交接 它这个交接物比较结实 所以 你们看它看了 轻轻点点的历史实际 是非常非常结实 再一个也比较均匀 专家接着告诉我们 长城的每一座敌楼 都属于一个小型的军营 在古时几乎日日夜夜 都需要有人职守 所以每座敌楼都配有大门 用于抵御严寒和猛兽 过去 长期驻守在这里的军事 需要采购物品 也在一定程度上 催生了当地的养风 打铁业发展 沿着长城 靠茶组继续向山脊高处前行 路途中 城墙上的砖块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刘老师您去看 这个城墙上怎么有字呢 这是有字 对 这是我们这个司马台长城的 一个特色 说奇迹光修长城 也有证据 证据就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万历五年 石塘路造 这个砖是谁在收造的 是吧 这很重要 如果用这块砖搁到这儿了 这个墙如果塌了 那它就有责任制 这就反映了 正好万历五年 正好奇迹光 都造这座长城 所以说明奇迹光至军严整 在制造砖的时候 每一个细节管理都很重要 吕金波说 秦朝统一六国后 开始修建万历长城 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修建 其中明长城在万历年之后 就很少有大规模的修建 如今 宏伟的长城 历经了数百年的时光 依旧能够屹立不倒 与古时的工程质量和青砖的质量 有很大的关系 考察组众人站在长城上远眺 只见群山苍茫壮阔 整段长城 仿佛巨龙在威俄高耸的山脊上游动 司马台长城 为何会修建在如此惊险的高山山脊上呢 现在要从地质构造上首先来讲 我们的前方 那边你看都是低缓的丘陵 那是地球上最老的石头 就是太古咒的片马岩 距今25亿到31年 上的这个斗崖这个地方 这个石头是水城岩 我们叫圆古咒 这个石头基本上在15亿年 15亿年 这是水城岩 那边是变质岩 这是沉积岩 这个沉积岩呢 正好沿着一条东西向的一条断裂 在斩布 正好奇迹光 当时布设这个长城也沿着一条断裂 把这个程度都建在上来 利用天险 在建造我们人工在建造的一险 这两险这个保护的功能和这个 就加强了 专家接着告诉我们 司马台长城 基本上是随着山势的变化来修建的 以显至赛 利用自然屏障器柱 而且 密云自古就是重要的军事重地 在此树边的将士来自全国各地 战争过后 他们的后人在此生活了下来 虽然长城沿线上的人们已经不需要束手边关 但是古人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 至今 至今依然影响着这里的人们 千百年来 千百年来 这片山水因长城而兴 这方百姓因长城而聚 这代村落 这代村落因长城而起 长城沿线 诸多古村落的存在 丰富了长城文化 他们的发展和变迁 也成为了长城历史的一部分 考证的最后 在长城沿线 像冯家渝这样的村落还有许多 这些昔日的鞭豹重镇 为我们留存下了悠久的历史 和厚重的长城文化 命运深厚的长城文化 与良好的生态环境 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